当然我觉得音乐就像飘洒在空中的一些种子 就是你不知道在某个时间点 某个地点会落入谁的心里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生成发芽 所以这十年时间我们就一直做的这样的事情 我是金城市康复音乐的一名按摩师 感谢大家给我这一次登台的机会 这个真的这个在哈尔楼这个不爱提唱的吗 呃因为我从小时候看不见 所以说对声音对音乐特别敏感 然后也特别喜欢 很多年以后啊 我听到了一首歌叫梨花又开放 我听到这首歌描写的歌词 我就想起了小时候 我的妈妈踩着缝纫机 然后在默默的听着我哼唱的歌曲的样子 这首梨花又开放就送给大家 他是谁咨语的歌曲的歌曲的一 yan 到了哪章 生活在空城上 只要我心不得不想 用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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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